今天是教育家方永生先生的八次方式 他的友好和学生 特别在中山堂保冷心 设立宋堂 蒋总统客观秀州祝贺 到上了十点钟时 张维汉 宁文雅 郭继等 近千人都曾经到秀堂败寿 方永生先生曾经担任 国立常白师范学院的院长 民国三十七年 当行为国大代表 民国四十三年九月到五十五年八月 两任考试院的考试午前 在任的十二年当中 大部分的时间主持考试技术改进午前会 对考试技术的改进有很多贡献